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民主党保守议员阻止拜登的劳工部长提名 美国财政部长耶文结束访华旅程 媒体评论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战略 美华协会OCA庆祝成立50周年 8笔电影引发涉及地图的审查 寻根网站发布排华法案时代的文道 华美博物馆以塑像纪念李小空去世50周年 沃泰华唐人街街头艺术遭蓄意破坏 民主党保守议员阻止拜登的劳工部长提名 寄托了众望的亚裔女性劳工部长候选人苏维斯 由于民主党保守参议员乔·曼钦和克里斯腾·西内玛等人的反对 导致他在参议院的提名机会微弱 曼钦在7月13日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苏的进步立场阻碍了他带来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 鉴于共和党一致的反对 民主党议员的犹豫甚至反对具有致命的影响 白宫发言人上周四回应说 总统对代表部长苏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希望参议员曼钦和参议院系列马重新搞授他们的立场 苏目前是劳工部代理部长 此前曾担任加州最高劳工官员 工会和进步团体热情支持他的提名 称他将积极加强工作场所保护 特别是针对最弱势的低薪工人 有的民主党人表示并不急于推动提名投票 他应该继续以代理身份管理而公布 美国财政部长耶文结束访华旅程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文结束了中国执行 但美国政治气氛里的反华情绪 依然让中美贸易正常化的希望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耶文上周与中国高级经济官员和国务院总理 进行个为期两天长达10个小时的马卡松式讨论 讨论了贸易刺激因素和其他的政策分歧 他表示这些会议使美中关系更加稳固 但并没有公开表示美国准备放松关税 耶文去年主张取消对非战略商品的部分关税 以此作为在高通胀情况下缓解某些特定成本的一种方式 然而华盛顿的贸易和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削减关税将有助于美国公司和消费者 以及中国的出口商 但这样做会让拜登在选举前的脆弱时刻 受到共和党的批评 自从前任政府以来 美国的反华情绪达到了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 以共和党为主的鹰派 是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敌人 也没有足够的降低关税的政治意愿 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甚至取笑耶伦握手的姿势 说他令人尴尬的卑躬屈膝 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和前联合国大使尼奇·黑利 制定了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具体计划 并主张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 在民调中 遥遥领先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还表示道 他如果上台的话 可能还将征收新的关税 在回程前 耶伦在北京宴请了六位女性经济学家 包括经济学人集团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刘谦 以表明他对女性在精英决策中的代表性的重视 媒体评论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战略 纽约时报本周的一篇署名文章 分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战略 以防止武器和监视技术的研发生产为由 去年10月 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相关的文件 文章作者认为 美国意图削弱中国生产 甚至购买最高端芯片的能力 这个目标远远超过国家安全 而是直指人工智能产业 这个最新前沿 以根除中国整个先进技术生态系统 如果说特安普政府针对的是个别企业 如今拜登政府打击的则是整个工业 芯片行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 遍布全球高度专业化的地区和公司之间 存在复杂的供应联关系 正是这种相互关联性 使得该行业容易受到拜登政府 正在推行的法规的影响 白宫旨在通过扼住该行业的天然瓶颈 以阻止中国芯片技术的未来前景 其影响远不只是削弱中国军事进步 还将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科学领导地位 如今 科学进步通常是通过运行模拟 和分析大量数据来实现的 文章分析 几乎所有芯片技术都与美国紧密相连 整个行业只能依靠美国的投入才能运转 包括美国的工具设计软件和知识产权 中国数十年努力并在自主创新上花费了数百亿美元 但问题仍然很严重 今年4月中国进口半导体的金额还超过了石油进口的金额 美华协会将于7月14日到16日在华盛顿特区 举行50周年纪念全国大会 将专业人士 思想领袖和社区成员及学生聚集在一起 进行为期数天的教育 讨论 庆祝 宣传和外展活动 该组织原名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亚裔美国人权益倡导组织 成立于1973年 主要是由港台人士发起 十多年前 OCA从华裔组织改名为亚裔组织 如今 OCA这三个字母被重新诠释为 Organize Connect Act 在庆祝大会上 OCA将表彰一些杰出的亚裔个人和组织 包括NBA球员林舒豪获得先锋奖 巴比电影引发涉及地图的审查 多家媒体报道 好莱坞喜剧片《巴比娃娃》 电影讲述了童话人物来到真实世界探险的故事 然而 讽刺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荒诞一幕 电影宣传片出现的一幅世界地图 引起了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意义 认为这个儿童涂鸦版的地图上的一些虚线装饰 是映射南海地图的九段线 因为它也是一条曲线 以此为由 越南方面禁止影片在该国上映 菲律宾则要求对这个部分进行模糊处理 这并不是具有争议性的九段线第一次导致静影 2019年的动画片《雪人奇缘》 就因为明确出现南海地图而被越南静影 专业家谱追踪网站免费发布了超过50万条 来自北美排华法案时代的数字化档案记录 以帮助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的后人寻找自己的家族历史 这些记录包括超过6万张照片和其他北美华人历史相关文件 如美国过境记录和移民案件档案索引 以及1923年加拿大华人居民登记册 这些可以帮助详细说明家庭成员的经历 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1882年和1923年通过了各自的派华法案 如今在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可以看到当年的华人身份登记卡 作为后续工作 该公司将于7月18日在DC的美国华人博物馆举办免费的在线研讨会 华美博物馆以塑像纪念李小空去世50周年 墨山基的华美博物馆于本周六7月15日开始展出向李小空致敬的艺术作品 这位荧幕传奇人物在1960年代移居过季山 并在这里教授武术和表演 于1973年7月20日在香港实施享年近32岁 这个标志性的动作的塑像是由香港雕塑家朱达成制作的 墨山基另有一座李小空的铜像 是2013年纪念以逝世40周年而树立在唐人街的中央广场 沃泰华唐人街街头艺术遭蓄破坏 加拿大有线新闻CTV近日报道 首都沃泰华的唐人街成立的街头中国艺术装置 自从今年2月以来悉数遭到破坏 唐人街商业促进区的执行董事于康尼指出 由于唐人街社区在疫情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政府拨款资助20万家园从中国购置了这些彩雕 旨在为街道带来火力 为居民和游客带来欢乐 并试图吸引人流回到该地区 帮助本地的小生意 雕像包括标志性的中国熊猫 以及从亚洲文化中汲取灵感的受欢迎角色 例如西游记和熊出墨中的角色 在过去几个月成为新地标 吸引了无数人打卡拍照 但是这些雕像不断遭到蓄意破坏 有的已经破裂损坏 有的被破红漆 有的彻底失踪 已经不再有任何一座雕塑能够依然保持完整 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气愤地说到 这些恶劣的行为不仅仅是对公共艺术的破坏 也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冒犯 目前渥太华警方仍在调查之中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